在干旱的沙漠里 一只饥饿的狮子正在寻找食物 就在它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群剑灵的出现让它兴奋不已 而此时的剑灵正在沙漠中悠闲自在地走着 因为它们拥有尖锐的尖角 所以在沙漠中其他的动物剑道都会绕道而行 不敢轻易对它们动手 这也使得剑灵放松了警惕 殊不知 它们的行踪早已被一只鸡肠碌碌的狮子给钉烧上 此刻的剑灵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 为了能够更好地捕捉剑灵 狮子悄无声息地跟随在它们的身后 就快要跟上的时候 狮子不小心踩到一块石头 发出的声响惊动了剑灵 剑灵发现狮子的踪迹 撒腿就跑 狮子也不甘示弱 以那迅雷不及掩耳之素 紧跟其后追赶 一场震撼的长跑比赛拉开帷幕 大家觉得谁会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呢 咱们接着一起看 剑灵见没了狮子的身影 又累又热地 它们便停下来休息片刻 虽然已经被剑灵甩得老远 可狮子仍旧没有放弃 即使高达50度的温度 也不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 在它的坚持下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再一次看到了剑灵的身影 它风驰电车般地冲向这群剑灵 看准机会一把扑向其中的一只 瞬间锁住它的喉咙 剑灵也不愿放弃 仍在拼命挣扎反抗 用双脚不停地踢向狮子 狮子这皮糙肉厚的 即使被剑灵猛踢挤脚 也没有半点松口的意思 反而越咬越紧 最后在狮子强有力地咬合下 呼吸变得愈发困难 慢慢地挣扎的频率越来越低 最终命丧皇泉 就这样成为了狮子的美味大餐